真知灼见 可在《谈谷论经》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编联系您 好了 带着以上的热点话题 我们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 一起来听一听 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是周五 我们很高兴地迎来了 周末的一根中阳线 这根中阳线也不符我们周三 晚间跟大家判断大盘的判断 当时我们就认为 随着八月份的渐渐过去 压制八月份大盘上行的 一些因素 到了九月份不复存在 而且从K线的一个角度来说 月线上七月份的一根大阳线 到八月份几乎窥烂不动 只有一天下探到 3267点 63点左右的时候 才侵入到这根K线的上半部分 其余时间都是在3300点 所以应该说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 那么到了今天周五 终于按捺不住 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这么一根中阳线 那这根中阳线出现以后 那我想对于即将到来的九月份 那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就要发生变化了 该研究什么呢 不应该去研究谁涨谁跌的问题 指数涨还是跌的问题 不应该去研究了 应该研究哪个板块未来会站在风口 我想只有研究好这一点 那未来的一个收益 才会更可观的 在大家的一个账户上体现出来 那回过头来说 今天的一个上涨跟什么有关 自然跟资金相关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向 那从今天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向来看 今天流入的一个资金应该说是非常的一个充沛 接近90个亿的一个流入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深股通 今天流入是达到了三分之二 其中的三分之二有60个亿 而互股通是少一点30个亿 也不错 从走势上来看 是应该说下午 这个下午大概一点半左右 市场发起了一轮猛攻 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入 那这是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向 其实呢 今天有一点啊 我特地做了一张图 我把它放在比较后面 我把它拿先拿出来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我把创业板和上证指数做了一个叠加 呈现给大家来看一下 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和上证指数啊 还在纠缠 一会儿呢 创业板胜出 这一段创业板胜出啊 但后面一段呢 诶上证指数又胜出 再接下来呢 又是创业板胜出 但之后 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同向的一个走势啊 一步一趋的往上走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很多板块啊 在这个之后 大约是在10点半到11点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应该说整个市场很多板块是达成了一致 所以呢 才会出现方向一致的向上走的这么一个走势 那么哪些板块涨幅巨大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首先看一下涨幅居前的 涨幅居前的呢 是国产卤业啊 快递概念仓储物流旅游酒店和冷链物流 待会我们有时间 得跟大家抛开来再来看一看啊 看到他们的一个涨幅是非常大的啊 国产卤业涨了7.13% 最小的啊 这个冷链物流是涨了5.43% 其实呢 这只能代表这其中三个个股 或者四个个股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涨啊 有时间我们再来说啊 我们先看一下 互生两次板块涨幅榜的一个前列啊 今天涨幅榜前列最大的一个啊 只有1.88% 那是广电系 其余的呢 都是不足1%的啊 有生态环境啊 智能停车啊 医疗处理和污水处理啊 那么这是涨幅前列的 来看看创业版 前色大权重 哇 今天全红啊 除了两家啊 一家是宁德时代 另外一家爱眼科 涨幅是小于2% 其余都是超过了3% 甚至呢 有三家 像温氏股份啊 芒果超莓和泰格医疗 是涨幅超过10%的 注意啊 今天创业版的前十位 第十位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昨天发生了一个变化 今天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么这实际上原来 第十位是一家生物医药的一个公司啊 渐渐的跌出了前十大权重股的一个行列 这实际上也在说明板块之间在发生一个变化啊 再来看一下主板前十大权重的一个表现啊 再看看科创版如何 刚才说的这么热闹啊 到了科创版呢 我们发现啊 前十大权重股啊 有五家是下跌的 四家上涨 微乎其微的一个上涨 下跌呢 倒是有三家 跌幅是超过4.5%的 所以可见呢 今天市场当中 科创版呢 似乎跟主板市场跟创版市场呢 有点格格不入 那这当然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现象啊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 上午的大概十点半到十一点左右 开始了一波上涨的时候 水保价护航的 是跟大金融板块相关的 有兴趣的话呢 你还可以看看其他的 比如说芯片 半导体 之前的疫苗这些行业 都是大跌了大概有20%左右以后啊 现在开启反弹了 那跌了20%左右以后 再开启反弹 这些之前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是市场当中的热门股票 会不会 没开二度啊 九月份再来让我们赚的盆满钵满呢 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问题 待会呢也要跟嘉宾多探讨的一个问题 那再回过头来 刚才我们说 从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啊 刚才我们说前十大 这个涨幅前列的啊 一些板块啊 有些好像只是一个个股的一个上涨 其实我在平时呢 说这个是假涨 我们不妨来分享一下啊 为什么说它是假涨啊 我们先看几个前面的啊 比如说国产鲁验 今天可以看到总体涨了7.13% 但是平均涨幅呢 4.65% 随上涨啊 随上涨呢 打开一看 它的一个成分股 你就知道了 伊利股份 它是总流通市值 2300多亿 所以它呢 是占据了一大部分 还有谁 我们再来看看啊 再换一个行业再来看看 快递行业 快递行业 今天涨了6.46% 平均涨幅只有2.01% 打开一看顺丰 3900多亿市值 它涨停 所以整个板块 几乎也是被绑架 其他的仓储 也是跟顺丰相关 那么旅游酒店是谁啊 中缅啊 中缅我们可以看到 它那是权重是比较大的 4300多亿 所以不光是看什么涨幅 还得看看平均涨幅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指数不具代表性 可能就是这些原因 不多说 我想今天我们时间比较宝贵 还是要请出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呢 是高远啊 另外一位是王英 两位好啊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A股呢 是迎来了一根中阳线啊 未来谁会站在风口 我们想听听两位的一个看法 先请出王英 我觉得还是消费和医药 消费和医药啊 对 那高远呢 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会适当的关注一下 消费店子类的一些机会 你觉得是消费店子类的一些 可能机会更多一些是吧 那这样我们两位展开对行情 我们先来做一轮判断啊 我们先请出高远吧 来高远来跟我们聊聊 你对行情怎么看 来有请 好的 那我是觉得在下周的话 可能会是一个小 得个短期 先这个做一个反弹 但是后续呢 也要警方会不会有一个冲高回落 也就是说对前期的一个 三四五八的这个高点 还是持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 有几个原因 我们首先我带了一张 这个上证指数的一个日线图 第一个呢 就是在前期 我们看到在一个前高的 这个三四五八的那一块 其实是有一个平台 那这个地方其实压力呢 还是比较大 主要原因呢 就在那个地方 其实是堆积了 一万五千亿的这样的一个日的一个成交量 那么到目前我们看到整个成交量 其实是在一个下行的一个过程中 最近我们看到已经破到这个一万亿以下 甚至八千多亿的这么一个水平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压力 我觉得可能未必能够这个一股作气就能过去 当然上一次是打到过这个压力 但这一次的话可能还是会 我想可能会留一个问号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在这个最近的这个上涨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医药 比如说像一些科技 包括军工和农业 也就是说都做过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调整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当下板块来讲 下一个这个阶段 什么样的板块能够承担一个这个领涨的一个 可以有一个正臂一呼的这么一个板块 我觉得在最近这段行情 可能还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盘中的一个结构 包括一个赚钱的一个效应 可能还不是很好 第三个来讲呢 我觉得那既然我这个看了这个相对谨慎 那为什么又觉得这个地方 短期还会有一个上冲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主要原因也是来自于几个 第一个的话 我们看到有一根这个上升的趋势线 这个上升趋势线 其实是正好连接在 大概在这个3340附近 那么前两天是有这个跌破 但是并没有有效跌破 然后站了回来 今天就出现了一个中央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趋势线 未破的情况下 短期比如说维持这个半周 或者一周左右的一个反弹 还是可以这个持续的 这是上证指数 然后还有一张这个带来一张 这个上证指数的一个周线图 那这张图 其实我在上次来节目的时候 也带来过 那我把当下的这个行情 其实跟2019年是做了一个比较 我觉得非常具有参考性 当时其实也是在一股做气的 这个连续的这个周阳线 包括有中阳和大阳之后 达到了一个位置之后 是出现了一个震荡 在这个震荡之后 其实还有新高的 所以我认为可能后期还有新高 但是可能时间上面 或许还这个会有一些这个等待 那么在最近的这个周线上面 我们看到其实加上今天的话 已经这本周的话 已经有五根周阳线都是阳线了 那五根周阳线 其实刚刚消化掉前期的一根调整的 一根这个周线上的一根中阴线 那我认为可能这个在这个多方的这个这个 这个技术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乏力 可能会有一根周线上再冲高 或者说是有一个回踩 或者是一个调整 所以我在这个周线上面 我认为虽然还有上行空间 但是可能在一个冲高之后 还会有回落的概率更高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创业版 创业版的话也是有一张日线图 那么创业版的话 我是认为在这个地方 还是一个中性的一个态度 也就是说如果下方的这个 大概在2600点左右的一个位置 或者说60天线 以及这个下方的这个缺口 几个这样的一个区间所在的这个位置 不跌破的话 其实是用不着悲观的 整个创业版的一个上升的这个趋势 包括未来 我上次来节目的时候说 这个3000点可能肯定也是能看到的 在年内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悲观的 但是当下呢 我觉得处在这个箱体的这个下半部分 整个中枢的这个下半部分 在这个地方如果不突破向上的话 去向2800点去做一个攻击的话 可能这个地方我也不会太亢奋 我也不建议这个太乐观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创业版指数也是维持在一个 大的一个箱体的一个震荡之中 等到这个箱体震荡完了 我觉得可能3000点的这个地方 就是一股作气可以拿下 然后我们还看一下这个创业版的一张周线图 其实周线图上也是反映了整个趋势 包括整个中期趋势 因为我记得上一次的话 我是在这个月线的时候 也带来一张这个月线图 其实趋势是非常好 然后在这个震荡了完之后 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新高 也是没有太大的这个疑问的 只是当下我觉得可能震荡 还没有结束 确实从刚才高远带来的这些图 以及他对这些图的一个解读来看 中规中矩的一个认为 未来的一个市场呢 你要给它证据 比如说要有这个震荷 能够领导市场上涨的一个板块 确实到今天为止呢 可以说是没有出现 尽管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有大金融板块护航 使得大盘呢 有上了一个台阶的一个现象开始出现 但是呢 大金融板块 似乎好多投资者都不太买账 那确实需要其他的一些 有正逼乎的一个板块来出现 但回过头来说 高远 我想我们站在9月即将来临的一个当口 我们能不能从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 来判断9月份的一个行情 比如说我们从月线的一个角度 我们刚才也提 开场白的时候也提到了 月线上呢 我们在7月份的一个大阳线的一个上方 上影线的一个部分 8月份是来回震大 说明从月线 一个更大级别的一个K线上来看 行情应该是非常强劲的 这点我相信你应该也认同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8月份现在新发基金达到3300多亿 尽管和7月份的5300多亿相比 少了2000亿 但这个3300多亿 也是去年11月份以来 最大的 除去这个7月份最大的 这说明场外资金非常踊跃 那如果从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觉得未来的一个市场 是应该向上的 还是要震荡 我觉得长线角度来讲 还是向上 就像我说的这个创业版 3000点 我觉得年内是 不能说100%吧 我觉得是大概率能够看到的 然后像这个主板这边的话 上证指数 我觉得3458过了之后 像前期的这个3587去挑战 在年内也是有计划看到 但是可能在下周或者是下下周 这样的一个上冲之后 我觉得会不会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回踩 整体对于这个四季度 或者说整个这个更高的一个维度来看 我也是偏乐观的 这点是没有疑问的 好 既然在更大的一个维度 还是偏乐观的 待会我们来听听操作策略上 对哪些板块 哪些概念股保持更多的一个关注 毕竟赚钱还是要靠个股 靠板块 那我接下来要请出王英了 听听王英对市场 你是怎么判断 来有请 其实市场8月份的话 整体呈现的是一个 缩量整理的一个态势 所以我觉得9月份的话 会面临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选择 我们先说说8月份 为什么会呈现一个缩量整理 第一的当然是因为7月份 整体市场作为一个大幅上涨 所以需要一定的一个消化 第二的话 因为8月份是一个 中报的一个披露期 所以市场对于整体的业绩 会有一些担忧 第三点的话 也是因为在7月的信贷数据 略低于预期 然后在8月份我们也看到 时间期的国债收益率 一直在往上走 到目前的话 已经达到3%以上 所以就是这几点的原因 导致整体8月份 出现了一个 缩量整理的一个态势 但是到了9月的份的话 就跟刚才老元提的 这些因素都在发生一些变化 第一 中报已经披露完毕了 所以9月10月 是一个业绩的一个增空期 第二的话 现在国债收益率 已经到了 时间期国债已经到了3% 相对其实 在未来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已经不大了 因为毕竟现在 还是处于一个经济的 一个复苏的一个阶段 所以第三点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8月份的话 前期领涨的两个板块 一个是疫苗 一个是科技 其实整体的调整的幅度 是非常充分的 对 在他们调整比较充分的情况下 你像其他的板块 其实他前期涨幅不大 所以他也有比较强的一个抗跌性 然后前期涨幅比较大的 他的调整也比较充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未来市场可能向上的概率 也会更高一些 所以我通过以上几点判断 我觉得9月份的话 市场大概会选择一个向上 去挑战前期的高点 但现在我更关心的是 就是向上的方向 是向上的 但是它的力度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这点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带了 那怎么判断下一阶段 上涨的一个力度呢 对对对 我带了一张图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好 就是我会觉得 9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非常重要 9月开局很重要 9月开局很重要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可以从过往 7月份和8月份的 一个走势去看 7月1号的话 是上阵市突破了3000点 大家看到 就是吹响了一个冲锋号 开启了一波波澜壮阔的 一个主声浪 然后8月第一个交易日的话 市场是上涨了1.75% 其实在7月的末端 其实市场有两根大阴线的调整 而且从技术图形上 也出现了一个头部的一个形态 一个颈线位 但是8月第一个交易日的话 它是缩复了这个颈线位 其实就打消了市场 会进一步下行的这样一个担忧 所以它建立了就8月整体 就维持一个震荡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态势 所以我觉得9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非常重要 如果能够强势的站上 创出一个新高的话 并且出现高原刚才提到的 有出现了一个具有人气的领长板块的话 那我会觉得市场可能会向上 再拓展一个区间 可能会3500 3600这样 但如果9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它整体的成交量也好 市场的一个人气板块也好 都是处于略显疲态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有新高 但是向上的一个空间可能不大 更多还是维持一个震荡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交易日的表现非常重要 也确实好多投资者也会注重 要看每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也有的投资者要看每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它的一个到底强度如何 这一点我不去多去研究 不去多探讨 确实既然有市场有关注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也不妨来加以关注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可以看到7月8月 确实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9月份能不能延续 这确实是一个考虑的一个方向 那回过头来讲 王爷 我们近期看到至少这一周 看到创业板成交量也比主板市场流露 是比较明显的吧 而且走的也比较强 现在走势上也是跟上证指数相比 是比较强一些 那9月会不会还是创业板先去冲 先去创一个新高呢 我觉得上证创新高的概率 会比创业板更大 创业板的确它 第一它前期的两大龙头板块 其实调整的幅度比较大了 所以它要聚集人气的话 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 就虽然它们有一个反弹的一个需求 但是要让它们成为一个领长 可能还是需要时间的 第二的话就是创业板 因为放宽到20%的一个涨跌幅之后 市场可能对一些低价股会比较青难 但更多的话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交易 或者一个博弈的行为 这些并不能引领一个中期的趋势 所以我觉得可能上证的一个 创新高的概率会更大 好 这是王英的一个判断 那我想这个判断是基于目前现状 是做出的这么一个判断 那未来市场会不会变 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因为毕竟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 现在每天是有20%的一个涨跌停板 跟主板是完全不一样了 那如果是相同的一个板块 因为有创业板的个股 有中小板的一个个股 有大盘的一个个股 你怎么选择呢 一样买的话 是不是会有人考虑 我直接买创业板的 那这样一来 是不是会资金更加聚集在创业板上 相同板块当中 如果领涨的是创业板 那市场的格局会不会发生变化 那我想这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下周 需要在盘面当中 要关注的一些焦点的问题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场外嘉宾了 那先请出场外嘉宾的是穆维华 听听穆维华 专门研究风口的 他对下周市场风口哪些会起来 来 听听他的看法 来 有请 自从创业板实行20%的涨跌停限制以来 开始是谨慎观望 那么随后现在是变成适应了 开始活跃了 那么后市呢 我觉得市场会反升向上 所以指数后市应该是正当走高的 那么在操作方面 最近新开仓的基本还是创业板为主 选股的话呢 大概三个标准 那么第一个要求呢 是在芯片板块和特斯拉板块中 那么选那个属于创业板的个股 那么第二个呢 选择那个近阶段相对在低位的个股 那么第三个呢 是近日有过异动的 有过资金净流入的这些品种 好谢谢莫为华 认为芯片 特斯拉板块 那可能是未来风口 下面呢我们进入福利放送环节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套 2020年主线布局手册 下载九方自投APP 即可领取 手册呢共包含了四个部分 分别是科技股长宝图 强周期股配置方向 新基建投资版图和大消费抄底攻略 这本手册聚焦了四大联盟主线 关注细分领域龙同 跟踪个股投资逻辑 称得上很实在的投资硬货了 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 下载APP来领取 好的回到场内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注 两位嘉宾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板块 为了会不会成为操作的一个风口 我们先请出高远 来听听高远带来什么板块 什么操作思路 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来有请 好的那在板块上的话 我是会去关注一个消费电子 比如说像这个无线耳机 比如说像这个智能手表一类的 有什么原因我们来看一下 我也带来了这个PPT 第一个的话 我觉得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下 其实对于一个业绩的一个 相对的这个确定性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个全球的这个无线耳机 就是TWS耳机的这一块 整个市场预计会达到 1.2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包括明年 这个根据这个研究公司的 这个Counterpoint的这个预测 可能会达到这个 90%的一个增长 然后达到这个2.3亿步的 这么一个数量 所以说可能在这个电子消费行业的 这个一块 我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注 再比如来讲的话 可能在智能手表这一块 也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同样来自于这个Counterpoint的 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 在今年的一个上半年 整个苹果 嘉明 包括华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 是比之前有进一步的 这个增长跟这个扩张 所以说也代表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在一个 新兴向荣的过程中 所以我觉得在电子消费行业这一块 我会比较这个看好 然后再结合刚刚已经这个出完的 这样的一个中报 我们可以看到在里面 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细分的这个个股 而中报也确实非常亮丽 那我想在剩下的这个时间里面 可能也会比较有机会 那这两个领域当中 如何去抓到这个行业当中 增长更快的 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吗 我觉得其实最 这个直接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像开头这个老员给大家就分析的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每个行业当中 其实现在都有这个龙头 刚才讲到像快递里面的这个顺丰 或者等等等等的 所以其实在这些行业当中 我觉得也是同样去这个找龙头 这个龙头其实一方面结合它的业绩 一方面结合大家平时生活中 其实耳熟能详的这个品牌 用的是什么耳机 其实非常清楚 第三个的话 我觉得在走势上 其实就是一个 我也去翻了一下 他们的财报很亮丽 走势也很亮丽 其实就是一个 沿着一个上升的趋势线 可能五天线十天线 踩了之后就上去 然后不断的新高 很多其实都是在历史新高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我觉得后续沿着这样的一个趋势 实现不破的情况下 其实这些个股 其实就是可以去锁定 他们的一个这样机会的 确实 这个寻找行业的一个龙头 可能方法也比较多 看得懂财务报表 你自然可以从财报的一个角度 去寻找 那能够找到研究报告的 你也可以花一点时间 看看研究报告 毕竟看研究报告 要比看财报容易得多 对吧 人家已经给你研究好了 你再仔细去看一看 还有一种的市场派 市场派怎么做呢 行业当中去找成交量大的 成交量大的 进出方便 主力机构会选 这也是一个理由 那么另外 还有像刚才 我们可以看到的 今天涨幅前来的事 权重最大的 各种各样方法 你用熟了 保持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就在这个市场当中 不要去变来变去 因为每个操作方法 总有它缺陷的时候 你变来变去 要是万一不巧 每次都是一个方法当中 正好是最差的说 你碰到了 倒霉不倒霉 所以还是要保持一种 操作的一个方法 坚持下去 必有收获 那接下来请出王英 听听王英 在操作策略方面 有哪些可以跟我们 做一个分享 来有请 其实近期 大家一直就 那个风格转换的问题 一直在讨论 尤其进入那个 7月份8月份之后 就是说 我看很多嘉宾 有在讲一个顺周期 对 对吧 就是的确在8月份 因为成长股 整个的跌幅还比较大 然后顺周期的话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顺周期 它只是抗跌性比较好 它并没有向上 展现出过大的一个弹性 其实我们从盘面上 会看到8月份 整体表现最好的 还是一个消费板块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 这个风格转换 它的一个重要性 其实不是 不应该成为 市场关注的焦点 我觉得会有 更重要的事情 需要大家关注 我现在带来一张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从13年到2020年 就是今年 我们结束了两个指数 一个是护生三板 我们就叫大盘风格 一个是创业板子 是一个小盘风格 我们可以看到 从13年到18年 每年都有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风格 像13年的话 创业板子 小盘股是涨幅80%多 大盘股还是跌了7% 但是到了18年之后 大家发现 1819年 整体已经呈现了一个 比较均衡的一个态势了 对 就是它风格转换 不那么明显 要不然大家都一起电 要不然都一起涨 对 今年的话 当然成长是会占优的 但是那个剪刀叉的话 在历史数据看 也并不是特别大 其实它背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就是当市场的 整体的长线资金 比较多的时候 它的风格的表现 其实就是会趋落的 像我们知道 18年是我们是 记录MSCI指数 然后我们国家 也是在提倡养老金 社保资金 长线资金 录市 随着因为他们的 持股的周期 是比较长的 所以其实他们反而 垫底了市场的 另外一种风格 所以就风格转换 我觉得并不是 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会措施一个 其他的更好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现在市场 反而表现出了 一个新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龙头股 就各个行业的龙头股 展现了一个 长期的一个溢价 而且这个溢价的空间 还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有两个 什么原因形成了 长期的这些龙头股的 溢价会越来越大呢 对 我觉得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从一个市场 就基本面上去看 因为现在整体的话 一个经济 它是处于一个 缓步的一个 就过了一个高速增长 相当于是一个 存量市场的一个 整个的经济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像龙一 它的规模经济 它的成本 都会比龙岸要低一些的 对 因为它有一个规模效应 所以它的竞争力会更强 第二 龙一的品牌效应 也会更好 消费者 投资者也会更愿意去选择 市场上 听起来名气最响的那一个 所以它整体上 它的市场份额 是会逐渐地去扩大的 它反而会去侵占一些 它龙二龙三 一些其他的公司的一个份额 所以从基本面上讲的话 它的稳定性 业绩的确定性 是最强的 第二点的话 其实也是从一个资金的角度 就一个选美的一个角度 因为在资金相对比较充裕 刚才老袁也讲了 八月份 整体的公募 在发行量还有三千多亿 对 公募的话 他们进来的话 他们是要选资产要配资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龙一因为它有一些基本面的 一个很强劲的一个逻辑 能证明它足够优秀 所以资金的话 它会很愿意去选择这样 所以在这两方面的因素的一个作用下 大家会发现在同一个行业里面 龙一龙头公司 它的走势也好 它的估值也好 都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你觉得对我们投资者来说 行业的一个龙一 这个位置 我们也是可以去考虑买卖的 对 我觉得是需要 它就是龙头股的效应 会比风格转换的效应 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一个收益 如果你只关注去风格转换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周期股 它并没有 在目前环境下 其实弹性也并不是特别大 最后领涨的还是一些消费股 或者一些龙头股 所以我觉得的话 我们应该去了解 这个整体的一个市场参与者 它的主体 其实已经在发生一些变化 然后所以它带来的市场的一个表现 也在相应的发生一些变化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那此外在行业板块方面 你有什么关注的吗 好 我今天给大家是分享一个是兼具医药和消费的一个 就医疗器械中的眼科行业 眼科 对 眼科行业的话 逻辑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的话 就是眼科在医疗器械当中 在全球的一个份额的话是占到7% 但是国内的话只有1%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达到一个 跟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很大 对 一个是7% 一个是1% 所以它我觉得未来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第二点的话 就是眼科的上市公司 在国际的成熟市场 它的估值也达到都在50倍以上 所以它也是享受了一个长期的一个溢价的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A股的话 它的应该估值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 然后第三点从一个市场格局来看 就目前的话眼科的赛道 它不是那么拥挤 龙头公司的一个先发优势非常明显 所以它也有利于我们去选择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标的 所以从以上几个维度的话 我觉得整个的眼科行业 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攻坚也好 一个估值的一个溢价也好 都是具备比较好的向上的一个弹性的 好 谢谢王英 其实刚才我们王英说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为什么现在龙头效应越来越明显 那这样的一个龙头效应 我们在各个行业当中都可以选择 那么怎么选呢 举了一个例子 眼科行业 眼科行业它怎么选它 我们国内的一个水平 跟国外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 如果有差距大 那越大越好 说明我们未来的一个空间越大 另外赛道上有哪些是不是有先发优势的 你去找容易啊 刚才我们第一段王英就说的这一点 对不对 我想这个都是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接下来我们请出另外一位产外嘉宾 徐史龙 听听徐史龙对于接下来风口 会吹到哪个行业板块 他是如何看的 来 有请 本周大盘先一后阳 最后两个交易日 阳线反包成功 利空因素基本消化完毕 经历北厢资金累计净流量 创了一个月的新高 对比上升指数和过程300指数的走势图 上升指数是刚刚基本反弹 而过程300指数 今天是向上突破了三角形局间 新高再计 三季度指数长情即将启动 目前我的观点 大盘指数上行趋势 详细确定 那我们一起洗银新高 好 洗银新高 谢谢徐史龙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有看头 来的板块要请出姚中原了 那今天市场应该说 大家都非常喜洋洋 那接下来这个盘面当中 有哪些板块 未来可以跑赢大盘 让大家的一个投资收益 更上一筹能呢 我们待会听听我们姚中原 在今天盘中 有哪些发现 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评论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的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原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 今天市场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非常合适 那就是漂亮 主板和创业板同时放量收扬 而且主板是一根阳线 吞噬了前期多根调整的阴线 可以说这样一个强势格局 已经是展现出来了 那对于我们来讲 就应该去抓紧时间去找一些强势个股 来提高自己的收益 那说到找强势个股 其实我昨天节目当中 也给大家透露过 那我们今天来验收一下 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在本周三市场下跌之后 我们说昨天市场开始逐渐回暖 而就在回暖的市场当中 一些强势个股基因的品种 也已经逐一的体现出来 那我们昨天给大家找的 就是在能够在市场下跌过程当中 有明显洗盘行为的这些个股 而这些个股在技术形态上 就保持出了一个明显的放量上涨 一根阳线反包了周三下跌的阴线 同时量能上涨之后 MACD的位置 一定要在超强势当中 进入一个多头时间段当中 而前期这些品种 也在多空的博弈当中 每一次都是多方胜出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品种 在今天市场出现中阳线的背景之下 很明显 它再一次发出了一个强势上涨的信号 盘面当中 直接收盘在那个掌停板上 这就是强势个股 在这两天市场当中 寻找的一个核心的强势基因在 那如果你在下周市场当中 也想去寻找出 这些能够有强势上涨的 这些品种的话 那我今天就给您梳理出来 目前在今天盘面当中 能够有有效突破信号出现 并且在突破的背后 有具备洗盘资金拉升的 这些品种的一个策略池 那这份策略池 或许你在周末当中 可以去寻找出一些 合适的强势品种 那领取的方式 还是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来免费的获得 那我们对于下周来说 板块该有哪些板块 可以做一个右侧信号的关注呢 来看下面一张PPT 其实在前两天 创业板比较热闹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去讲过金融板块 金融板块 尤其是在像银行板块 是连续缩量7天阴线的时候 我跟大家特地去强调过 这个位置当中 已经回踩了60天均线 可以开始做左侧的关注了 而很明显 今天市场开始上攻的同时 就是金融板块 拉起了这样一个旗帜 银行板块就在今天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右侧信号 量能再次放出 那下周这样一个金融板块 自然可以去做更多的 这样一个关注 而对于科技板块当中 很明显 像昨天市场当中 我们要关注到的 就是电源设备板块 因为电源设备板块 是在周三下跌之后 周四是直接一个高开 并且是反升跳空之后 反包了周三的阴线 短期之内 也是突破了一个下降通道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是继续延续上涨的一个趋势 那北向资金在电源设备板块当中 也依然是保持25个亿的 这样一个资金持仓 所以对于下周来讲 金融板块和科技当中的 电源设备板块 我们一定要去好好地留意一下 这当中的一些强势品种 那当然今天给您准备的 这样一份强势的策略池当中 你也一定要去留意一下 像这些板块当中的一些 好的品种 怎么样去寻找 那再来最后聊一下 下周我们要了解哪些走势 来看下面一张PPT 我们可以看到 在经过本周市场跌宕起伏之后 不难发现主板是周线上 开了五根周线的阳线 而且始终保持在五周线的上方 可以说主板的趋势 依然是保持着 而创业板我们也很惊喜地发现 在经历过前期三周阴线之后 本周是放量阳线 站上了五周均线 那说明市场在下周情况当中 两个方向上是不约而通的 都是齐头并进的 那关键是这些趋势当中 我们如何去选择好 一些强势的标的 那可能是在我们下周的行情当中 更为重要地去关注好了 一些核心方向了 好的 那今天的技术讲解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袁 好 欢迎回来 周末喜迎中阳线 那下周如何去寻找风口的个股 那我想我们刚才厂内厂外 四位嘉宾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那我们的观众 你们是如何选择的呢 我们四个选项 待会来揭晓答案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大家好 我是黄伟 炒股不能凭运气 要靠好的方法 那我会把我实战中日常讲解的 三阳开态抓超跌介绍给大家 现在扫码领取一份 跟着我一起抓超跌 三阳开态抓超跌 贴近盘面的场景教学 找到案例股 分析个股的超跌形态和放量规律 教你掌握超跌标的的核心炒作逻辑 把握到手的反弹机会 没有逻辑寸出难行 眼睁睁看反弹 却总是追高被套牢 如果你依然没有好方法 建议扫码领取三阳开态抓超跌 我们教你学逻辑 明明白白做投资 通过每日视频教学 案例股总结讲解 理论结合实战 提高你的选股能力 同时黄伟老师还总结了 四种经典买入形态 和五种卖出注意事项 轻松把握买卖节奏 现在扫码领取 找准机会再做交易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由于预期落风 在上周一股联练 中国方式对美加转断 炒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炒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一线连连看 创业版注册制一周期 满下周开始第一批注册制新股 恢复到20%的日涨跌幅 个股将会如何表现呢 我们来分享一条 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高位股市拼量补跌 对创业版注册制新股继续风化 新题材的创业版个股 或许会尝试轮动套利 勤仓参与 目前还是需要等待 新龙头带领行情 现阶段不适合开重仓 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盘股论金的官方微信 发表您对于市场的看法 接着请袁建新 为我们揭晓今天微信的投票结果 好 欢迎回来 今天A股喜迎中阳线 相信朋友们也非常的高兴 我们来看看 对于未来谁将站在风口 这个问题 我们的朋友们是如何选择的 四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 周期蓝筹股 34%的观众选择了这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 科技成长股 有42%的观众选择这个选项 第三个是消费药股 17% 其他7% 可见的是科技成长股的 呼声好像是最高 42% 其次是周期蓝筹股 此外对于两位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我看了一下 两位相差无几 王英更高一些 高了三个百分点 再来看一下留言 第一位说 大盘今天放量 收中阳线报收 我认为下周在大金融的一个带领下 有望向3458点发起冲击 这是第一位给我们的留言 第二位说 本星期只是横盘震荡 成交量不大 加上期望值过高的创业板新股 逐步走落 下星期立即走牛的可能性不大 还是先看看再操作 这是两位观众给我们的留言 更多的一个留言 我们会通过广东字幕 来展现给所有的观众 一起来收看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马上进入明日抢先报 看看从技术的一个角度 周线和日线该怎么看 来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 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 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做波段 股民朋友们都想做到高抛低息 但往往却总在追涨杀跌 为什么 可能因为你还没有掌握 轨道线买卖法 这个方法重点在于一个指标 三根线 通过观察股价是否打到上轨 中轨或下轨 就能帮助你判断关键信号 现在扫描二维码 立即领取去验证 此次我们在1.0版本上 进行了全新升级 先增20个实战案例解析 理论加应用 满满50页的战法精华 将如何设置指标 使用方法 重要口诀等等 全都描述得清清楚楚 一看就懂 立即扫码上手使用 让你轻松识别出 释放买卖信号的潜力标的 近期市场活跃 波段性行情机会增多 先任一步掌握 ENE轨道线买卖法 说不定就可以发现关键信号 马上加入波段博弈 赶快扫码盯取 每天5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清堂 我是邵昌武 在股拍APP 看股坛大师兄 股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播出的谈股论经节目 赵老师选策略挑股票 就上九方之头 在下周一的操作当中 我们应该留意哪些技术指标呢 接着就跟随袁建新 进入到明日强先报 明日强先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从上证指数的周线开始 本周全周是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 在周三前后是起稳于30日均线 开启了一个反弹 周五一举大阳线 收复所有的一个均线 在周线上收出了一根T字线 T字阳线 如果下周成交量不能放大的话 后市又仍然可能去考验五周均线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目前是指标多头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其实看最近的这五周的一个阳线 是可圈可点 第一根阳线 它是在连续阴线的一个基础上 开出了一根中阳线 告诉大家 心可以定下来了 市场还会继续上升 这根阳线主要的含义在这里 接下来的这两根阳线 告诉大家什么呢 告诉大家 上有压力 但是下呢 有支撑 上一周的一根阳线 告诉大家什么 告诉大家上方啊 离这个前高 三四五八点 很近的位置 三四五六大概 说明上方还是有压力 所以留下了长长的一个上影线 那照理 留下长长下上影线以后 本周应该下跌咯 本周没有下跌 是探底回升 说明下方支撑很强劲 这两根K线的语言 告诉我们在这里 下周应该去上方 再探探这个压力 还存在不存在 这是上证指数的一个周线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线图 那从日线图的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是依托三十日均线 盘中大幅出现了一个拉升 拿下了所有的一个均线 在这里所有的一个均线 都被拿下了 收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大阳线 后市如果成交量不足的话 那么仍然有可能会下探 来考验下方的五天均线 和十天均线的一个支撑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月线多头周线多头 日线是转多的一个趋势 今天发生变化了 是可以谨慎持有的 参考的波动区间 3384到3427 还记得周三晚上 我们跟大家说什么呢 周三晚上呢 我们曾经给大家画过这样一条线 周三呢微微有点破 周四呢还差那么一口气 但是今天周五是稳稳的回来了啊 那回来了以后 这根上升通道 那按理来说还是有效的 既然有效下方有支撑 那么下一步就应该探 上方的压力是不是还存在 从日线上的一个语言呢 我觉得应该告诉我们的 就是这一点 欠缺的就是现在的一个成交量 再来看一下创业板的一个周线图啊 创业板的全周走的是 N型的一个走高的一个走势 异常活跃 齐文在十周均线上方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周末是夺回了五周均线 受了一个放量的一个中阳线 成交量维持的一个情况下 将会继续挑战新高 从指标的一个角度来说 它是转多的一个指标 是可以谨慎持有的 其实它这五根均线 五根K线呢 也是同样可圈可点 阳线之后三连阴的一个走势 但是并没有下杀到哪里 只是在十周均线 十周均线一拖之后 出现了一根大阳线 几乎把三根阴线全部吞吃 这应该是一个多头 带一点表态的一个成交量 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的日线图啊 那从创业板的日线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是依托五日均线 继续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升 收复了上方所有均线 量微放收大阳线 后市仍将在震荡中上行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越多 走转多 日多的一个趋势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那么实际上呢 之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过啊 这里面的两个低点是抬高的 高点现在又在刷新的一个过程当中 低点抬高高点抬高 实际上的一个上升通道呢 已经形成 现在呢就等一个回抽 来看看这个通道到底有多宽 下周一的参考波动区间 2735到2787 这是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再回到场内 再来请出两位嘉宾 来聊一聊下周如何操作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由于预期落风 在上周一股连变 中国方式对美加转断 炒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炒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实际买股票学习平台 行情来了 犹豫观望连续踏空怎么办 匆忙上车踏错节奏又该怎么办 没关系上股拍APP 百位股票专家 市场专业人士 选上资深头顾 坐证股拍直播间 早期晚时全天贴盘直播 随时答疑解惑 当下哪些主流品种值得把握 哪些标的具备强势上涨空间 行情部的人赶快上股拍APP 听老师给你一一分析 板块机会 个股逻辑 随时随地问老师 关注史基 操作要点 老师通通告诉你 近期市场活跃 机会增多 部分品种迎来黄金上车史基 赶快下载股拍 听老师解读具体机会 想装修 来极佳精装 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 5888228 立即报名 签约即可获得装修大礼包 极佳精装签约即享六送服务 送价值28000元 全屋智能系统 送宝洁 送仓储服务 送12件套家具 送三副窗帘 送菲利浦55寸电视 5不限 全无不限用量 1. 插座数量不限 2. 电线米数不限 3. 水管数量不限 4. 涂料平方不限 5. 扣板面积不限 想装修 来极佳精装 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 588822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由于预期落风 在上周一股连变 中国方式对美加分短 炒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炒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实际买股票学习平台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的欧洲市场是涨跌互线 但幅度都不是很大 只有瑞典斯德哥尔摩三零指数是下跌有一个百分点 其余的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美股的三大股指期货的一个情况 都是有比较小幅的一个上涨 只是道指的一个期货上涨幅度略大一些 达到了0.44% 好的 回到场地 我们来请出两位嘉宾 我们先请出高远 听听高远 接下来你觉得下周怎么操作 可能比较合适一些 来 有请 好的 我觉得下周的话 我对于一个指数其实还是有期待的 也就是说它再次的短期的上冲 包括哪怕去过一下前期的小新高 比如说上阵的3458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过程中 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领涨的一个品种 或者是一个板块 而且我们刚才这个投票也看到 其实大家其实更加有群众基础的 其实是希望一些成长 包括一些这个科技类的东西能不能站出来 那相比而言的话 如果说这个金融和权重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指数上一个台阶的话 可能我相对的会谨慎一点 所以说仓位上可能是维持一个半仓 只要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可以去加到重仓甚至于满仓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还是一个半仓的一个高抛低息去运作 那么在这个半仓的这个运作过程中 我觉得就像前面说到了这个板块 还是去找一些这个业绩比较确定的 然后走势还相对比较良好的 去做一些这个来回的这个差价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交易性的机会都很好 所以说我在上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乳业的机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比较好的 其实也是会出现这样的涨停的 所以还是比较好 好 谢谢高远 回到王莹这边 听听王莹解释 你觉得下周怎么操作 可能合适一些 因为我刚才讲 对9月份上我觉得方向是向上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仓位 但对于向上的力度 我觉得需要观察 需要等待一个确认的信号 所以如果要加仓 或者到一个更高的仓位的话 我觉得还需要等到一个 要到周二吗 周二是9月1号 对 有一个更确认的一个信号出现 对于一个品种来讲的话 我觉得消费的话 从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整个在蔓延 今天的话是卤业 但是白酒的话一直都是很强 然后其他消费的细分行业 其实表现都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整个消费概念 正在被市场充分的挖掘 所以我觉得可以去寻找一些 在消费一个纸行业里面 但目前涨幅不大的一些 我觉得可以短期 可能会有一些补涨的机会 确实 也是一支行业 希望您解决投资痛点 阵选最佳投资策略 全球疫情尚未结束 产业困境依旧出现 外贸 英试 旅游 出行 重压之下怎样艰难抉择 双缩战线 还是亮剑出击 后疫情时代 如何面对不确定性 头脑风暴 助力行业困境破局 特别系列 重磅推出 敬请关注 上海是一座文脉非常深厚的城市 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多元包容 对金钱事物的接受度很高 有非常好的土壤 有非常好的一个受众 能够遇到非常难得可贵的学习机会 这是一个适合诞生创造力的城市 创家科技 它可以跟任意行业去做互动 注入新的思想 新的理念 新的策划 文创和传统文化的结合 让这门600多年的记忆 能重新走进当代的生活 把文化赋能 把创意赋能 创造我们自己的团体 新的策创造力 观众朋友晚上好 本京时间二十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 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 在上海问候各位 应该说有人回答说 这周整个市场 像做了个梦 周末梦又醒了 当然了 整个这周市场的走势 从前期资金 向创业版新股 以及创业版低价股的一个涌动 到慢慢周末散开 这样的一种时间和整 好 好了 谢谢观看